你了解你的手机相机吗? 肯定很多人说,哦,我了解啊, 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扫码的。 那你知道它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质的功能吗? 知道吗?知道吗?还是知道吗? 我们今天就拿小米手机来举例说明一下, 看看这个手机里面内置的相机到底有多少不为人质的秘密。 嗨,我是影像大师的拉达。 你买手机的钱,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花在这个手机相机上。 但是很多人都说,哎呀,我其实就是来扫个码嘛。 所以,如果你要是不会用, 那其实就是被某个手给白嫖了。 哎呦,那我们今天就详细的说一下, 这个破相机,它到底隐藏了多少实用的功能。 不过我要先说明一下, 这个是指手机自带的这个相机啊, 不包括第三方的相机APP。 那么我们开始吧。 一,文档模式。 你打开相机以后,从下往上滑, 选择文档模式。 这时候你可以拍摄印刷品、 彩页、电脑屏幕。 它就会自动有个框来识别。 然后这时候你只需要按下快门, 就能获得一张已经识别好的照片。 接下来你点击相册, 在照片下方有个识别文档的按钮。 这里就可以处理你刚才识别的文档了。 满意以后保存即可。 我觉得很多人会这样想着, 哎,如果这个文档里面的文字, 它能够直接变成数字版的不就可以了? 我就不用再打一次了,对吧? 其实也很简单啊,你回到相册里面,选中刚才那个拍摄的文档。 点击右下角的更多, 然后有个识别文字, 就可以把里面的文字给提取出来了。 然后你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记事本里面, 你就可以到处复制粘贴了,是不是很方便啊? 不管你是中文、英文、西班牙文还是日文, 它都可以轻松识别。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制作成PDF, 然后再用微信发给别人就可以了。 如果你对这个拍摄的文档有版权的要求, 你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你专属的随印。 这样的方式,是不是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呢? 2.身份证模式。 在文档拍摄模式下, 点击右下角的图标可以进入身份证模式。 按照指引,你对你的身份证进行一个拍摄。 然后你就能获得一份彩色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数字版。 当然你要改成黑白模式的也是可以的, 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打银垫跑一次了。 3.连拍。 在拍摄界面上,你选择定时拍摄。 然后设置好你要拍摄多少张照片, 间隔多少时间, 然后它就会自动拍摄。 但是这个定时拍摄有什么好处呢?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。 如果你有东西掉到你捡不到的地方, 或者你看不到的地方,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。 比如现在定时两秒拍摄一张, 共拍摄沙子张。 然后你点击右上角, 打开补光灯, 把你的手机伸进去, 然后坚持一下。 那么它就可以拍摄到一些照片。 这样你就能发现, 哎,这个床底下它到底藏了什么东西,对吧? 当然这个功能在前置摄像头也是可以使用的。 如果你平时想自己自拍一个全身照或者半身照, 身边又没有朋友帮你,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定时拍摄。 你把手机随便放到一个什么地方, 然后你在远处摆POSE就行了, 它会不断的自己拍摄, 你就不断的换POSE就可以了。 是不是很方便啊? 啊,现在刚好是618, 你可以上拼。 开个玩笑,开个玩笑, 本期没有出不及防。 是水印,很多人都喜欢在照片上加上那个手机型号的水印。 这个嘛,一般来说就是为了修自己的手机有多贵是吧?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, 其实在拍摄照片的时候也是可以添加一个叫时间水印的。 这样你在某些时候要证明某些事情的时候, 你拍摄这一张照片,到需要证明的时候, 你就可以使用了,听起来很绕是吧? 我们举个例子, 比如说你在租车的时候, 你需要拍摄一下这个车的外观, 证明你取车的时候, 这个车肯定已经有一些痕迹了。 那在这样你再回头还车的时候, 它就要跟你有任何的纠纷, 你可以出示这张照片。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的时候, 你也可以出示这张照片, 证明我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。 平时可能你们都没有想到能够这样用吧? 五,照片GPS, 在设置里面打开保存地理位置信息这个功能, 这样你每张照片都会保存当时的GPS地理信息。 那在相册打开这张照片的时候, 你就能看到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, 什么地方拍摄的。 这样它就能根据你拍摄的信息, 自动帮你组成一个相册, 当你在回忆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, 原来当时我去的这个地方拍摄了这么多照片。 不过这个功能也是个双刃键, 它会暴露你的个人隐私。 所以使不使用这个功能,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, 来开关这个地理位置信息的选项。 好了,关于小米手机内置相机的功能, 第一期内容就到这里了, 下期还有更多好玩的功能会告诉你哦。 关注我,让我们一起玩段拍摄不迷路。 我是阿达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我下期见, 吃了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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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酒 吃了酒